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天歌路马 海虫岛 从澳大利亚东海岸的布里斯班出发 乘坐宽敞舒适的双体渡轮 航行大约一个小时 就到达了美丽的海豚岛 天歌路马度假村 在这里迎接我们的是澳大利亚最为纯净的一片海滩 这里碧波荡漾 银沙铺地 踪影婆娑 让人流连往返 现在在我身边的 就是天歌路马野生海豚度假村的中文导览郭谦 郭谦 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海豚岛的大致情况吧 好的呀 其实我们这个岛有它自己的名字 它叫摩顿岛 天歌路马的话 只是我们这一块区域的名字 也是我们度假村的名字 它的话呢 就是这边澳洲土著人的语言 意思呢是鱼群聚集的地方 这有哪些好玩的呢 这边好玩的还真的很多 要看到底是谁来玩 如果大家想要玩的刺激一点的话呢 会有像是空中降落伞 会有香蕉船 滑沙 如果是小朋友也想玩的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出海去喂这些小鱼 其实在这里看日落也很漂亮 这里是世界上第三大沙岛 乘坐越野车穿过枝繁叶茂的热带树林 一路颠簸 驶过丛林小道 来到这片金色的沙丘 是不是有几分沙漠探险的感觉呢 抱着滑沙板一步一步爬上几十米高的沙丘 并没有想象中的轻松 然而从高处急速滑降 带来的惊险和刺激的感受 还是让人难以忘怀 不论你是潜水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潜水人 天歌路马沉船遗址都是绝佳的潜水点 这些沉船被人们拖到这里 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海洋生物圈 仔细观察你会看到许多栖息在沉船上的无鸡椎动物 颜色亮丽的鱼类 海胆 海绵动物和珊瑚 迎着阳光面朝着大海骑四维车呢 又是另外一番感受 特别酷 虽然我没有骑过摩托车 但是我感觉这个还是可以轻车熟路的 我准备要出发咯 杜家村的海滩也是观赏野生鸟类和鱼类的好地方 海豚岛上生活着种类繁多大小不一的野生鸟类 在每天的固定时段 你可以观看野生动物专家给鸟类喂食 同样观看海豚岛周围的有趣鱼类 也是来这里的游客最感兴趣的活动之一 排位物专家 牙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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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溫柔喔 然後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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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都不會捉到我 好溫柔喔 然後這個 現在的心情超級激動 因為我們晚上就要參加海豚島 最精彩最有意思的活動了 那就是為野生海豚 大家看一下郭千現在已經換好了專業的服裝了 可以看現在海豚已經在那邊自己開始玩耍了 已經有來了 已經來了兩隻了 對 我們最多的時候會有十條海豚在這邊 只要太陽一落就會到這邊來 那自然冬天來的就會早一點 夏天來的就晚一點 剛才郭千已經幫我換了專業的服裝 我們現在就要出發去餵海豚了 這個桶裡的話呢是消毒水 因為我們手上可能會有像肥皂的殘餘啊 或者是各種化妝品護膚品的殘餘 所以要洗乾淨 那這邊這個桶裡面呢 這種小魚就是海豚的最愛了 哇 他們吃好多呀 太豐盛的晚餐了 這個的話其實只是它一天食量的10%到15%而已 真的 這只是10%到15% 是的 他要吃好多好多的 對啊 這些海豚的話可以長到250公斤左右 所以其實飯量那麼大也是可以理解的 哦 難怪如此 他們已經在這邊等著我們了 很溫柔吧 好可愛 好 再給一條 嗯 好 好可愛啊 我可以摸他們嗎 這個還真的不可以 因為他們呢是野生動物 如果我們天天去觸摸牠 牠習慣了以後 牠自己到野外看到其他的人 牠會蹭上去 如果別人不知道的話 可能會嚇到 那有可能會對海豚造成危險 也有可能對其他人造成危險 嗯 所以我們繼續再喜歡這麼可愛的海豚 也不能動手摸牠 是的 給牠們最愛的食物小魚就好了 對啊 用這個來表達我們的愛吧 好吧 我們最後的兩條魚餵完以後 就可以跟牠說拜拜了 再見 拜拜 拜拜 下次見 啊 好依依不捨 來吧 餵飽了海豚以後啊 我的肚子也開始咕咕叫了 所以呢我現在就來到了海豚島的火食餐廳 火呀代表的是中餐的炒菜 而食呢代表的是西餐的食板燒 相信中西河壁一定能讓我大快朵壹 大家看現在頭盤就已經這麼多了 啊 趕緊開始開動了 哎 我決定先嚐嚐這個蝦 已經對牠推嫌英雄了 現在煮菜已經下來了 原來這就是傳說中的食板燒 我們要趕緊開動了 當然最後還有美味的甜點哦 一路我們穿越了沙地叢林沿著海邊 就來到了海豚島的最北端 現在我們就要去看非常著名的燈塔了 今天我們的行程中啊還有一個特別的驚喜 就是還可以觀看到金魚 剛才呢我已經看到金魚從水面上蹦起來了 其實啊每年的6月到10月呢都是海豚島觀看金魚的最佳世界了 在海豚島的最北端呢我們埋到了摩登角的部分的腳下 其實像我們通常看到的燈塔呢可能是白色的 但是牠們通常這樣鮮艷的顏色呢 就是為了方便船隻在白天能夠更好的分別牠 而且更加難得的是啊 牠呢是手工藝專一把搭建起來的 現在我們在家裡特別流行養的多肉植物 居然在海豚島上發現了天然的耶 你看還有花朵 好濃好可愛的植物 這些是Banksia flowers 現在他們做的是很高的植物 所以當你會有一點水 尤其是水和雨 如果你把這些花朵放在你的手上 你可以看到那裡 有植物在我的手上 就像砂糖水 挺好吃的 好甜喔 注入這個湖裡的小溪啊 流經了很多茶樹 所以呢 在這個湖裡啊 都已經有很多很多的茶樹油了 當我們把手伸進去啊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深一點的顏色呢 其實是茶樹油的顏色 而且它們對皮膚啊 對頭髮啊 都是非常好的保養作用 在天高路馬度假村 五種各有特色的海濱住宿 供您選擇 這裡的所有建築 都環保在美麗的花園中 或隱映於天然的綠樹之下 在天高路馬度假村 大部分房間 都擁有醉人的海景 令人怦然心動 在天高中 这顿度假别墅位于天阁路马度假村的山顶 非常适合家人朋友一起来度假聚会 这里可以说是度假村的最高点了 可以欣赏到海湾的美景 眼眺还可以看到布里斯坦 除了进享大自然的乐趣 游客们还可以在这里玩到迷你高尔夫和射箭这样的休闲娱乐项目 可以说是与家人和朋友共度悠闲时光的好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